孩子要学习语言,最主要的对象就是父母 国立平东大学特教系教授黄秋霞 对于保存课语的活动已参加多年 在课语的文化成程上 认为父母亲应该与小孩子多说客家话 不让语言出现断层 才能达到保存课语文化的目的 第一个我们是觉得 父母亲是孩子学习语言的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会鼓励家长在家里 多跟小朋友讲客语 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害怕讲客语 就是会觉得丢脸不好意思慢慢讲 多练习的话那就会慢慢会把客语就学好 第三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政府单位 它可以有一个统筹的语言的一个 我们讲说应该官方语言的制度 让各种不同的语言 也包括国语的那个客语 可以把它就是用有规模的方式推进 推展像客语有一个沉浸教学 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客语保存会更好 语言的传承上 家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小孩从小的学习对象 便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学习 若父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客家话与小朋友交流 那在客语文化保存这一块 可说是非常的成功 也能让孩子了解客家文化的重要性 此方新闻养育带徐建议高雄车摸到